嗨大家好我是曼玉 欢迎来到护肤频道 你有没有觉得年纪上去之后啊 或是工作很累很辛苦的时候 面部状态经常是不好的 面部下垂腐肿 下垂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笑起来 特别特别的僵硬 而且随着年龄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情况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把令纹默纹再渐渐渐渐的明显起来 那其实这个面部问题呢 是我们的肌肉和我们的脂肪 双重影响所导致的 如果你还想再过几年 或者是十年后还想维持这个V脸 或者现在已经有这个状况 想要改善的话 那这期非常综合性的改善 法令纹木偶纹 帮助我们小脸的超强面部瑜伽 你一定要试试看 那最后呢 我也会告诉大家 在生活当中要如何去预防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先用护肤品滋润皮肤 以免皮肤摩擦受伤哦 第一个动作是放松下巴的肌肉 用手指用力往深处按压之后 抖动30秒 位置呢 大概是从下巴到嘴角 下方那边 那移动手来调整位置哦 接下来是放松颧骨下方到鼻里两边的肌肉 也是一样抖动30秒 这一步呢 因为在鼻子周围的三角区 所以不需要太用力 以免受伤 但还是要注意抖动的地方 不是表皮 而是肌肉层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 它滑动的范围不要太大 再接着嘴角往上提 我们来摸一下颧骨是不是硬硬的 然后做一个欧的动作一组30秒 那这个动作的着重点是一定要尽量露出八颗牙齿 而且嘟嘴动作呢 一定要有往前撅嘴的感觉 嘴唇呢不要摊开 也不要往上或往下 要平行往前的感觉哦 下一个动作一样是露出八颗牙齿的程度 然后微笑 好 然后我们下嘴唇内扣 注意一下不要往前凸 也不要往后 然后我们再摸一下我们的上面面中肌肉是不是硬硬硬的 这样维持10秒钟 那如果觉得很难维持的话呢 也可以用手啊来稍微的调整一下 好辛苦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一组 露八颗内扣 维持 那要注意的是 这个动作不是真的在小时在肌肉锻炼 所以不需要你在当下有多好看 努力去把动作做标准才最重要哦 好我们最后再来一组 然后往内扣 好结束放松 好辛苦那这期我们也看到我们主要锻炼和放松的呢 是我们的脸颊肌 还有提上唇肌 像口角肌和科肌 因为我们的脸部下垂啊 法令纹 木耳纹 其实不只是说一道纹路这么简单而已 大家都知道面部的肌肉它是互相协作 互相牵制 互相影响的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状态 那总的来说呢 就是在我们嘴巴周围的一些肌肉会比较有影响一些 这些肌肉的联合作用下 它会形成我们下半部分嘴唇啊 还有下巴的一个形态 就如果你这边下肢肌非常非常的降硬的话 就可能会成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还有如果上边的肌肉比较降硬的话呢 那你笑起来就很容易入牙龈 那日常如何要预防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多笑 大家可以自剪一下 用这种手机看不到自己的脸的一个状态呢 然后微笑拍一张照片 你会发现很多人就 他自己以为自己是笑成这样的很灿烂的状态 但其实 只是到这边 或者是笑得很尴尬 所以自己是没有一个自知的 这就不想象你自己平时其实没有好好锻炼到肌肉 所以建议大家平时一定要好好的锻炼起来 那如果你有一个很爱微笑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你的面部肌肉也会得到一定的锻炼 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爱笑的人一定运气很好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觉得喜欢或是觉得有用的话呢 记得帮我点赞咯 好就这样子 拜拜